电影《测马入林》是马如风从影以来代表作 翻摄自网络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乡土局一哥马如风着在南投不幸猝死 光大影迷再也无法欣赏他精湛演技 他曾在1984年以电影《测马入林》入围亚太影展最佳男主角 后来虽未给奖 却给马如风极大鼓舞 马如风也曾演红报告班长三蔡连长一角 翻摄自YouTube 在资深导演王从指导武侠片《测马入林》中 马如风饰演全片关键角色 土匪河南一角 他在片中没有一般人印象中的凶热嘴脸 取而代之的是为很有个性的土匪 在片中很强戏 一剧让马如风在隔年1985年日本亚太影展入为最佳男主角 风光至极 马如风近几年多演出本土电视剧 资料照 民事提供 除了武侠片测马入林 马如风早年也多半演出大荧幕电影 包括看海的日子 台西风云 动员领及物理的笛声等 在这些社会写实电影中 马如风角色多半以善良正义为主 随着他的不幸离世 留给影迷无限怀念 这些社会写实电影中